在乌克兰的阿弗迪弗卡 天寒地冻满地飞行 两辆美军援助的老家伙 M2A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迎头照上了俄罗斯的T90M主战坦克 案底说 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较量 T90M那是什么 那是披着反应装甲 扛着125毫米滑糖炮的巨无霸 而布雷德利呢 主要武器只有一门25毫米的牙签炮 在军迷的鄙视链底 布战车进了主战坦克 除了放烟雾弹跑路 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全世界的下半都掉在了地上 几秒钟的功夫 这辆造价450万美元的顶级坦克 愣是被两辆几十年前的老约车给打费了 俄军车组只能汽车逃命 然而 哪怕再强大的战车 也有落幕的一刻 替代布雷德利的下一代步兵战车 已经在路上了 那么它究竟是谁 它比起布雷德利到底有什么改进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 美军下一代步兵战车 XM30 在了解下一代战车 XM30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这么强大的布雷德利身上 究竟有什么缺点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 XM30做出了什么改进和革新 布雷德利的第一个问题 在于中年发福 大家可能不知道 布雷德利刚出生那会儿 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 它是个只有22吨的年轻小伙子 身轻如燕 甚至还能幅度过河 但后来的这40年底 美军只要觉得不安全 就往它身上挂装甲 今天加快板 明天挂个反应装甲 现在的布雷德利 已经碰到了34吨 这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超重的车体 加速了悬挂系统的老化 也使得布雷德利的机动性 受到了影响 以及影响了美国快速部署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在于电力短缺 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好像 打仗的车还怕没电 你还别不信 现代战争中 电力系统和弹药一样重要 主动防御系统要电 大功率干扰机要电 热成像雷达要电 布雷德利的发电机 给车里的灯泡和电台供电还行 想带动现在这些高科技设备 那就好比 你试图用一个民用的机车发动机 去驱动主战坦克 除了冒烟 没别的结果 现在美军很尴尬 手里有一套先进的防御系统 如能拦截火箭弹的铁拳 想往布雷德利上装 结果设计师一看 装是可以装 但是其他系统就得关机了 不然一开机全车断电 这仗还怎么打 这个问题在最新的 布雷德利改进型M2A4中得到了解决 不过随着武器的更新换代 比如激光武器的运用 给布雷德利的电力系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这个上个世纪的设计 已经没有改进空间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装甲太薄 布雷德利毕竟是冷战产物 那时候的设计思路是 双方在欧洲大平原上对射 谁也没想着要去防路边炸弹 所以他的车底相对比较薄 在中东这几十年 不知道有多少美军士兵 是因为车底被炸穿而阵亡的 这个结构性的缺陷 不是你在外面贴几块铁皮 就能解决的 所以说 尽管阿富蒂夫卡的战绩很辉煌 但在美军眼里 布雷德利已经是一个铁棺材了 它太重 没电而且到了改装的尽头 如果不赶紧搞个新家伙出来 下一次 面对别人的新式不展车 或者满天飞的紫砂式无人机时 布雷德利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布雷德利要退役 美军折腾了几十年 到底憋出了个什么大招呢 别急 这里面还有一段 让美军赔了几百亿美金的研发史 咱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美军想要替换布雷德利 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 早在二十多年前 五角大楼就已经意识到 冷战时期的装备 无法适应未来的战争 但为什么直到今天 我们才看到XM30的出现呢 这并不是因为美军不努力 恰恰相反 他们太努力了 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 跑得太远了 甚至为此交了数百亿美元的学费 这笔昂贵的学费 主要花在了两个著名的失败项目上 第一个叫做未来战斗系统 在21世纪初 美军沉迷一种 极其激进的作战理念 那就是唯快不破 当时的决策者认为 只要信息网络足够发达 能够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就不需要厚重的装甲 因此 当时美军要求 下一代战车的权重 不得超过20吨 甚至要求能用4130运输机 进行全球快速剥手 然而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现实 狠狠地打了这种理念的脸 在残酷的治安战中 面对无处不在的 路边炸弹和火箭筒 薄皮大线的轻型战车 根本无法保障士兵的生命安全 最终 在烧掉了近200亿美元的 研发经费后 这个过于强调 轻量快速的项目 在2009年被彻底交停 既然轻的行不通 那造个更重的不就行了吗 这就引出了美军的 第二个失败城市 地面战斗车项目 汲取了由路边炸弹 带来的雪的教训 这一次 美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们设计出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钢铁怪兽 为了追求极致的防护 G随微的设计重量 飙升到了惊人的84吨 比美军现役的 M1A2主战坦克还要重 虽然这样的设计 确实能把士兵 保护得严严实实 但由此带来的问题 也很让人头疼 如此沉重的车体 不仅造价高昂 另一方面 也不符合 步兵战车的战场定位 于是 在2014年 这个走火入魔的项目 也难逃被取消的命运 经历了整整20年的摇摆 尝试了极轻和极重 两个极端之后 美军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们开始思考 下一代步兵战车 到底需要什么 痛定思痛 美军意识到 他们需要的 不是极端的东西 而是一个能够平衡火力 保护和机动性 并且能够随着技术发展 不断进化的平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可选载人战车项目 应运而生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XM30 为什么叫可选载人 这正是XM30 与布雷德利 最大的区别所在 美军要求 这种战车 必须具备 极高的自动化水平 它既可以像传统战车一样 由车组成员驾驶作战 也可以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 让士兵下车 通过遥控 甚至自主模式 让战车像机器人一样 冲锋陷阵 经过残酷的筛选 目前这个项目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圈 两家军工巨头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和美国莱恩金属车辆公司 击败了其他竞争对手 获得了制造原型车的合同 那么 XM30 究竟凭什么说自己 能取代布雷德利 它手里到底握着 什么杀手锏 这就要提到 它最阴为傲的火力系统 50毫米链式机炮 在之前的 阿弗迪福克战斗中 我们虽然看到了 布雷德利的英勇表现 但也不得不承认 一个尴尬的事实 那就是25毫米机炮的 毁伤效率确实有限 面对T90M这样的重型目标 它需要连续命中数十发 甚至上百发弹药 才仅仅能做到破坏外部设备 而无法击穿主装甲 那么 如果把这本炮 换成XM30上搭载的 XM913 50毫米链式机炮 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 最直观的改变在于射程 老话说 一寸长一寸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个人打架 是赤手空拳好时 还是拿着棍子好时 XM913 50毫米机炮的有效射程 则达到了惊人的 4000米以上 远超过俄罗斯目前的 步兵战车 这带来了 怎样的战术优势呢 这意味着XM30 可以在敌方部战车 甚至部分反坦克导弹的 有效射程之外 先敌开火 将给美军 带来巨大的战场优势 其次 是弹药威力的质变 也许有人会问 从25毫米增加到50毫米 口径扩大了一倍 威力到底能提升多少呢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 一个几何学的概念 炮弹的体积 是按地方增长的 50毫米炮弹的体积 和装药量 并不是25毫米的两倍 而是它的8倍左右 用大家都熟悉的东西作比 25毫米的炮弹 类似于一根记号笔粗细 而50毫米的炮弹 则类似于 咱们常喝的 一拉罐饮料的大小 这种巨大的装药量差异 负用XM30 摧毁重型目标的能力 根据美军的测试数据 新型的50毫米穿甲单 在正常交战距离内 足以击穿 目前世界上 绝大多数步兵战车的正面穿甲 甚至对早期型号的 主战坦克侧面 也能构成致命威胁 除了打得远 打得很 XM30在活力上 真正的革命性突破 在于打得聪明 这就要提到 专门为其研发的 XM1204高爆空爆弹 在俄乌战场的 建豪战争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步兵躲在战壕或坚固的掩体墙后 直射火力 很难对其造成杀伤 这时候 传统的做法 是呼叫取射火炮支援 或者用大量弹药 去把掩体拆掉 但XM1204空爆弹的折线 让问题变得简单了许多 这种炮弹内部 集成了可编程引信 火控系统 会在炮弹飞出炮口的瞬间 自动写入起爆时间 这让炮弹具备了 在飞行途中引爆的功能 设想一下 当敌人躲在一堵 矮墙后面时 XM30并不需要击穿这堵墙 它发射的炮弹 会在飞过矮墙上方 正好位于敌人头顶的那一瞬间 精准引爆 无数的高速破片 将垂直向下覆盖 就好像下雨一样 掩体后面的士兵 是抵挡不了这种攻击的 最后 这门50毫米机炮 还承担着一个新的历史使命 那就是防空 随着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 成为战场的主角 如何高效低成本地拦截他们 成了各国军队的头号难题 用昂贵的防空导弹 去打几百美元的无人机 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而XM30凭借其先进的火空雷达 配合50毫米机炮的射程 和空爆能力 恰恰成为了最高效的无人机克星 它可以用极少的弹药 在远距离构建出一道破片拦截网 将来袭的无人机群 在空中解体 拥有了更远的射程 更强的毁伤 以及智能化的弹药 XM30在活力上 确实做到了 对现役装备的全面碾压 但是这就够了吗 在现代战争中 仅仅只有一门好炮 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在未来的战场上 能坚持下来 还是要不断地进化 那么怎么才能跟得上 未来战场的不断迭代 这就不得不提 XM30最核心 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项革新 那就是美军反复强调的 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 简称MOSA 通俗地说就是模块化 为了说明它的重要性 我们得先看看老前辈 布列德利是如何更新换代的 布列德利的电子系统 所有的零件都是汗死的 专用的 如果我想给它换个 更清晰的显示器 或者加装一个新的雷达 对不起 你得把彻底切开 把线数全拔了 甚至得重新设计整个电路 这不仅贵 而且慢得要命 而XM30就像是一个 布满了USB接口的机箱 所有的接口标准 都是统一的 如果明天 雷神公司出了一款 更先进的热成像仪 或者洛克希德马丁 搞出一套新的激光干扰器 这辆车不需要返场 前线的维修兵 就像换显卡一样 拔掉旧的插上新的 系统自动识别 立刻才能投入战斗 这就是所谓的模块化 在XM30身上 没有任何设备 是不可替代的 面对日新月异的导弹技术 美军不再需要 花五年时间去研发新车 可能只需要几周时间 制造一个新的功能模块 往车上一插 它就进化了 这里面其实还有美军的 花小钱办大事的小巧思 万一有一个项目 AB两家公司种标 美军喜欢 A的雷达 B的火控 那么就不用做取舍 也不用沟通两家 整合系统 只需要把自己喜欢的部分 安到原本的车底上 就行了 这就是这一套系统的 高明之处 最后 我们还要聊一聊 一个有趣的点 XM30的动力系统 属于油电缓和系统 大家听到这儿 可能要笑了 怎么美军这是要搞环保 难道打起仗来 还有在乎碳排放吗 当然不是 军用混动和民用混动 完全是两个概念 美军之所以选择 柴油机加电池组的方案 涂的不是省油 而是为了活命 经常开坦克的朋友们都知道 像坦克 不战车这种大家伙 那都是著名的油老虎 和噪音制造机 以前的布雷德利 哪怕是躲在草丛里埋伏 为了维持雷达 和热成像仪的运转 它也必须一直轰着柴油发动机 那声音隔着两公里都能听见 而且在敌人的热成像仪里 发动机排出的热废气 就像黑夜里的火炬一样显眼 但在XM30身上 情况完全变了 因为它有了大容量电池组 当它需要伏击的时候 它可以彻底关闭发动机 只靠电池来驱动炮塔 雷达和空调 这样XM30就可以在草丛 或是树林里埋伏下来 既没有声音 也把发动机发出的热量降到最低 等着敌人经过 50毫米电炮突然开火 就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除了隐蔽 电动机还带来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好处 那就是加速快 开过电动车的朋友都知道 电车的起步爆发力 通常比油车更猛 对于XM30来说 这就意味着 当它的传感器发现导弹来袭时 它能用极高的加速度 冲进掩体 这几秒钟的差别 在战场上往往就是 生与死的距离 你看 更猛的火力 更灵活的大脑 更隐蔽的动力 XM30看起来似乎 已经是一辆完美的战车了 但是 就像所有的神兵力气一样 XM30也有它激进的一面 那就是 把普遍认同的三人车组 缩减到两人车组 这引起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 车长代替了炮手的工作 虽然有AI帮助 分析战场情况 但是毕竟是一个人 分担了两个人的脑力工作 是否能在复杂的战场上 承担其相应的职责 还需要实战的检验 第二 就更简单了 脑力工作 还有AI分担 但是体力工作 就真的只能负担在 这个两人车组里了 坦率地讲 换履带这种脏活累活 以前三个人的时候 都累得够呛 现在变成两个人 还要兼顾指挥和战斗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最后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XM30究竟是什么 它是美军为了走出 治安战的泥潭 为了应对大国竞争 而打造的一台终极机器 它拥有碾压 现役装备的50毫米重炮 拥有像组装电脑一样 灵活的架构 甚至拥有幽灵般的 静默伏击能力 它无疑是强大的 代表了地面战争 从机械化 向数字化的彻底转型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它的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成本 根据目前的估算 XM30的单车造价 可能会突破1200万美元 这将是世界上 最昂贵的步兵战车 在这个几百美元的无人机 就有可能换掉 几千万美元重装备的时代 美军这种追求极致高科技 极致复杂的路线 究竟是通向胜利的坦途 还是一场昂贵的豪赌 或许 只有等到XM30 真正踏上战场的那一天 只有当它面对 真正的使军力敌的对手时 无论是通用电力 还是蓝银金手 才能交出最终的答卷 好了 关于美军下一代步兵战车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你对这台下一代战车的看法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注意缓内车的看法